老天前 吃不冷 她吃不冷 小豆 嗨 大家好,我是Kevin 歡迎來到火星主廚的回歸之旅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一個簡單的白酒隔離麵 它的材料其實真的非常簡單 辣椒 蒜頭 然後九層塔 오늘은洋蔥 葛藝和酒 再就是意大利麵 你可以考慮要不要使用鸡膏湯 我個人是蠻喜歡使用鸡膏湯 或者是你也可以加水 然後用鸡湯粉或是鸡湯塊 這樣都可以讓味道比較提升 然後再來白酒葛藝麵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白酒 一般來說都是用白葡萄酒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料理用白葡萄酒 它價格非常低 所以它在使用上面大比較不會心痛 那達到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但是其實你家裡沒有任何的酒都可以 葡萄酒啊,威士忌啊, rum, brandy 青酒,米酒這些酒都是可以的 只是它進去的風味會影響它的醬汁味道 所以就看你自己有什麼喜好 那我一般是不太推薦使用糖度太高的水果酒 像妹子酒啊這些 有時候它的味道可能會被水果的味道也蓋過去 那再來就是如果它糖度太高的話 它在煮的過程可能會糖 或是它裡面的物質容易核化 那整個醬汁的顏色變得比較深一點 當然如果你想要有一個甜甜的美酒的香氣在裡面的話 也是可以試試看的 然後再來我會比較不推薦在隔離麵裡面使用啤酒 因為啤酒的話的苦味可能會影響到一些風 我家剛好有開了一瓶乾硬白MD 所以我就直接拿來用了 那它本身的話就是會有一些葡萄的香味 然後白MD的味道 讓它整個味道是 甚至是蠻有趣的 白酒隔離麵化一般來說 酒會加會是一個蠻重要的元素 是因為它的配料其實非常的簡單 所以它的風味 必須要來自食材 所有的食材的風味的條件就比較少一點 除了本身自己的風味會進去之外呢 再來就是它可以跟海鮮 還有其他辛香料的風味去做結合的話 它就可以讓它味道變得很有層次 而且結合非常好 那酒精也可以幫忙蛋白質跟油脂的乳化 然後這樣吃進去的時候 你的風味會變成油層次也更豐富一點 酒精跟食材的風味去做結合的時候呢 你的味蕾會比較容易接受到這些味道 所以吃起來會覺得比較鮮美一點 尤其在海鮮的部分 這是還蠻明顯的 一般我會蠻推薦大家去買真空包裝的蛤蜊的 因為真空包裝的蛤蜊 至少是可以買小包的 然後如果你今天沒有要煮 你過兩天煮它 冰在冰箱裡面都還蠻保鮮的 但很多人以為真空包裝的蛤蜊其實是死的 其實它裡面的蛤蜊都還是活的 所以很重要一點就是 真空包裝的蛤蜊一定要吐殺 真空包裝的蛤蜊一般可以在冰箱裡面 大概放個十天左右 它都還會是活的 那比起一般去市場買 現在吐殺的蛤蜊的話 它會稍微的比較新鮮一點 它死亡率也比較低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它比較不容易污染 因為蛤蜊跑在水裡面 它的水可能就會開始自生一些細菌 那這些細菌可能就會讓蛤蜊生命或是死亡 或是這些細菌可能對人體會有點傷害 所以我一般還蠻推薦大家去買真空包裝的蛤蜊 現在大家都知道蛤蜊要吐殺 是要在水裡面加鹽 那大家不一定知道應該要加多少的鹽 那一般教科書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都寫說是 就是水的重量的2%的鹽 譬如說你使用100cc的水 就要加2克的鹽 我個人的習慣是比2%多一些 大概3%的鹽這樣子 你覺得要趁這些東西很麻煩的話 你可以就是 就是把鹽先加進去以後呢 然後試試看 只要大概比湯還要鹹一點 然後沒有海水這麼鹹的鹽水呢 就可以讓隔壁很順利的屠殺了 就是青草的義大利麵 我比較習慣製作青草醬汁 那像白酒隔壁麵的話 我們會建議大家做青草醬汁就是 先爆香辛香料 然後再加高湯去煮青草醬汁 讓辛香料的味道完全釋放到醬汁裡面之後呢 之後再炒義大利麵之後 再把醬汁加回去 隔壁麵它算是新手就很容易上熟 然後就可以立刻做出一個 蠻高水準的風味的一道菜 會增加大家的信心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這一道 簡單又美味的料理 Shakespeare Gesundung 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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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